你現在在找的記憶卡 在我的手頭 若是你不把情商說出來 我就交給警察 你到底是誰 被鬼附身一秒轉換演技 他是黃蜜珍 來自醒吾三立影視學院的 大三學生 加入第三屆滑流之星徵選 脫穎而出 從滑劇門到戶隊 按上你到台劇一家團圓 演出多種角色磨練演技 對 你是怎麼要把我們投體錢 我就家裡在缺錢 實在是沒辦法 才會這樣 是什麼吃的東西 哇 這書式看起來很好吃 老闆 你怎麼在打 你怎麼在打 我怎麼在打 印象最深刻是我那時候 第一次進台巴的棚內 然後我遇到了一陣大哥 對 那當下在排戲的時候 因為我只有幾句話 排完戲之後 他就突然叫我的名字 說黃蜜珍 我想說 怎麼了 明視進來就得罪了前輩是不是 還是我剛剛擋到前輩的鏡頭 然後結果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你剛剛在排戲的時候 你哪一邊講的 講出來的話拍起來會很怪 對我覺得你可能調整成什麼樣子的台詞 就是講出來才不會那麼的怪 對 那我心裡其實那時候我很感謝他 因為其實我怪不怪不怪他們的事情 有沒有遇到哪些前輩覺得 哇他們氣場很強大 有安順大哥 但是我跟他對到的時候我很安心 他只要給我一點情緒 我就會知道怎麼去跟隨去演 然後或者是我演的這個情緒 其實有一點怪 因為一開始不太會那麼順 有點怪的時候 他居然會接得非常的順暢 就是他可以在我的怪頻率之中去遊蕩 很佩服 我們雅芳現在很難做 不用緊張啦 因為環節的主題是有的 所以他想要了解環節過去的一些狀況 感謝前輩們的指導 個性活潑開朗的黃明珍 其實擁有身後無刀弟子 以國標舞獲獎無數 就連跳K-POP舞曲也可以 也可以 說跳就跳 在鏡頭前 大方展現自己的 演藝新秀黃明珍 現在要逐步朝 演員之路邁進 陳晨樂就有張書瑋採訪報告